各位小朋友晚安 你们已经在潜水艇上面了吗 准备好一起到海底的世界听故事了吗 今天要说的故事是 妈妈变魔术 我的妈妈很厉害哦 她会变魔术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还在地上爬来爬去 不太会讲话的时候 就发现妈妈很会变魔术哦 她会把消失的东西变回来 我记得有一次 我红色的球球不见了 那时候不会讲话 一直坐在地上哭 结果妈妈变 就把红色球球变回来了耶 所以长大以后 只要有东西不见 我就会赶快去找妈妈 我跟妈妈说 妈妈 粉红色猪失踪了啦 妈妈每次都会先念一段咒语 每次都不说 你放在哪里就在哪里 然后变 妈妈从床底下红色桶子里 变出了粉红色小猪耶 哇 谢谢妈妈 妈妈好棒哦 你看 就在这里吧 后来有一天 妈妈 我红色的被子不见了啦 妈妈坐在沙发上 对我说 每次都不说 你放在哪里就在哪里 变 哎呀 这什么啊 都长蚂蚁了 哈哈 是我的被子耶 妈妈 你是怎么变的啊 后来等我长大一点以后 妈妈把变魔术变得更好玩了 每一次把东西变出来以后 它就会藏在一个地方让我猜 妈妈完蛋了啦 东西借我的溜溜球 我弄丢了 每次都不说 你丢在哪里就在哪里 后来妈妈说完 我就开始动脑筋想想 嗯 我记得那时候放学回家 还拿在手上 之后脱完鞋子 我想到了 我放在鞋柜旁边 在这里 我找到了 谢谢妈妈 又有一天 妈妈在煮菜 我跑去跟妈妈说 妈妈 我的脾气本 刚刚明明还在看啊 怎么现在找不到了 妈妈一边切菜一边对我说 每次都不说 你丢在哪里就在哪里 我开始想一想 我最后一次是在沙发上看 嗯 找到了 我就知道 藏在枕头后面 后来我也学会变魔术了 有一天妹妹来找我 哥哥 我的小鸭子 是不是被你拿走了 我对妹妹说 每次都不说 你放在哪里就在哪里 我变 那 我从柜子底下 拿出了妹妹的鸭子 你的鸭子在这里 谢谢哥哥 好棒哦 现在呢 就连妹妹都会变魔术了 有一天爸爸走过来问我们说 嗯 我的报纸怎么不见啦 妹妹对爸爸又说了一句话 每次都不说 你放在哪里就在哪里 你看 不是在电视上面吧 哈哈哈哈 妹妹真厉害 会变魔术了哦 有一天 我们看到妈妈 坐在书桌前看书写字 他把笔插在耳朵上 继续看他的书 突然妈妈说 嗯 奇怪了 我刚才用的笔怎么不见了 我们对妈妈说 你放在哪里就在哪里呀 小朋友故事说完啦 你们的妈妈 是不是常常也会变魔术呢 下次换你帮妈妈变个魔术 好吗 各位小朋友 晚安啦